日本遭遇史上最严重危机或将完蛋,而中国就是下一个日本。 今年,日本出生94.1万人,死亡134.4万人。 平均来看,日本今年每34秒有一人出生,每23秒有一人死亡。 这意味著,日本今年人口将自然减少40.3万人,成为历史最高纪录。 于是日没惊呼,日本正遭遇史上最严重人口危机。 于是有人预测,照这个速度下去日本要玩独子了。而这,绝不是威严耸听。 1949年以来,日本出生人口数变化。 日本的人口统计是于1899年,当时日本出生人口数约为138.7万人。 而日本婴儿出生的巅峰时期是1949年,这次婴儿潮足足给日本添了269.7万人口。 但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,日本出生率持续低迷,而累积效应意味着日本未来人口数将有可能直线下降。 就目前趋势判断,100年后日本人口将锐减到现金人口的一半都不到,甚至还没浙江一个省的人口多。 日本近30年来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变化。 为什么日本人口会少得这样快? 日本后生劳动省给了答案,都怪年轻人不结婚,不生娃。 早在2013年日本家庭计划协会,就进行过一个看似搞怪使则无奈的社会调查,主题是为什么日本年轻人不再做爱了,结果不查不知道。 一查下一跳,研究发现竟有25%的16-24岁日本女性,以及45%的15-24岁日本男性,不仅对性接触不感兴趣,部分甚至还鄙视性行为。 而这种独身主义所带来的勺子化问题,对日本来说已成为一场迫在眉睫的国家灾难。 日本宅文化或成勺子化元凶。 日本首相安倍已将提高出生率看作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,不久前安倍政府就通过一笔财政预算,为提高生育率下足狠功夫。 而日本全国各地对出生婴儿的补贴也进一步加大,生娃送奶粉钱,生娃送学校学位,生娃送房子车子等等,真是无奇不有,无所不包。 因为对日本政府来说,生娃不是问题,不生娃才是问题。 可对日本国民来说,生娃是先是个人问题,后才是国家问题,生不生娃还是自己说了算。 所以,安倍再怎么助脱脚也没用。 日本生娃补贴宣传话,其实也有办法缓解人口缺失的问题,开放移民就是。 不过嘛,日本政界人士不愿讨论这个话题,一心盼主国民努力造人。 日本小学生。 甚至还有人提出,人口不够,机器来凑,钱粹用增加机器人数量的方法来改善现状。 。 于是轰轰烈烈烈的《机器人革命》在日本闹了起来,部分日本机器人专家正致力于研发高度逼真的类人机器人,期待某天这些机器人的身影能够出现在日本人中,想想是很科幻,也很可怕。 日本类人机器人。 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左右日本经济发展,中国其实也面临着同样严重的老龄化问题。 。 据推测,到2030年,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,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,而到2050年,中国整个社会将进入深入老龄化阶段,对经济发展将产生一定影响。 。 由此可见,中国老龄化速度直快简直让人触目惊心,制定相应对策刻不容缓,大家,撸起袖子加油干啊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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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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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